欢迎来到本期拳皇98C的比赛解说 这场比赛来自于平台六位高手的大乱斗 参赛玩家分别是拳皇亲王火球术 UP灯神阳神和尤小吻 首先出场的是拳皇亲王和火球术 那么今天的规则还是胜者为王 谁胜谁守着谁输谁下去 拳皇亲王和火球术也是一对老玩家了 从拳皇98C的初期他们两个就一直在打 然后打到今天也是打了好几年了 三子C前阳崩 打了好几年不管是三王还是主力 也没有分出个胜负来 可见他们两个的技术是在同时进步的 那么现在火球术的拖着后能不能拿住草剔精 草剔精也是拳皇亲王的拿手好戏了 一位拳皇玩家能玩出一个特色角色 那是他的成功 第二个回合火球术的游历 也只有玩出一个特色角色 而且相对冷门一点的特色角色 才能让观众记住 好现在草剔精啊被游历狠狠的怼了一趟 那么拳皇亲王剩下一滴血 草剔精哎呀 草剔精最后还跟了个生龙 这个生龙实属绝望啊 那么草剔精肯定是扛不住了 来看拳皇亲王下一个小五 目前火球术和拳皇亲王又同时练了个复制火舞 可见他们两个 对 也是求胜欲比较强了目前 游历生龙接波波接CD 雷荒全撂倒 青鸟点杀暴力掌机可以 嗯一番霸王小吼拳 两发 森龙卷服队飞翔拳之后 落地再跟一个飞燕凤火讲 后面拳皇亲王又生一滴血了 拳皇亲王哎呦 他用划铲接个无敌凤火轮 为什么不用下半攻击再掏一下子呢 拳皇亲王刚才犹豫了一下 没有那么自信 刚才用下半亲攻击点上去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火球术生一点点血了 再看拳皇亲王的步骤后 又想扇一扇子 来个波 哎呦被贴了一脚不要光 火球术游历还是那么的稳定 但是如果被拳皇亲王抓一趟 哎呀没空投 空投没投到 投到的话火球术就没了这局 再看拳皇亲王下一个八神 火球术也是实施了防御反击大法 双方手底的都是暴走八神 可见暴走人物是多么的重要 就连拳皇亲王 对也因为奥的草体经目前也不守抵了 呃一个肥眼凤凰角 推到以后拳皇亲王血量不多 哎呦跳C可以压制一个起身 中转的奥奎花 后撤来个地坡 火球术这个游历 他还想直接征服八神呢 看有没有机会 哎来个地坡 跳C快速怼了上去 随便来到火球术最后一个八神 两个爆八的决战开始了 谁的速度更快啊 毕竟暴走八神拼的就是一个速度啊 火球术先拉个后 哎火球术还是处一个防守进攻状态 因为火球术的玩法相对稳一点 他不同于拳皇亲王 拳皇亲王就要烙起浪许多 好火球术又是后撤百合者 进攻 只有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好挑贼帝天堂之眼没确认 他使用一招百合者强抓泄风 然后再来个百合双百合者 全王亲王强反也没来得及啊 哇这个百合者双百合者666了 那么下一位出场的是UP 全王亲王就差一点点 其实前期的优势很大 只是后期中了火球术一个套路 就这么没了 连强反都没来得及交啊 哎火球术中招 火球术游力首发 对抗UP的克里斯 克里斯也给一个后抓 好连续划出推一把 升到空中 还有一颗气 刚好挤满了一颗气 那么火球术的游力 就这么快的交代了 来看火球术下一个小五 第二个回合 布置火舞 好布置火舞跳起来 能不能抢上一招 克里斯呢也是用前身脚在套里吧 调测地不量被布置后 直接推了回来 推回来之后生 扔完之后不止后继续给上一个飞 后面克里斯继续弹跳飞地 连续两个冲拳 哎跳飞地 中拳出击后抓抓过来了 克里斯要发动一个进攻 连续滑住一个腿 好升到空中 将其裂杀 哎呦 没有没有接一个三连头 三连腿 后面看火球术最后一个八神 火球术这一波 严重的溃败啊 怎么回事 UP也是属于一个非常稳的选手 现在UP 克里斯并没有选择暴击 八神暴击 背水一战 能不能成功 今天UP的防守是一场的稳 什么情况 哎 看再稳 还是逃不过爆的八神的进攻 垂花三是超杀 刚好挤满的一颗气 直接怼上 生龙取消一把 好 葵花三是脚落 这一点血不够打呀 中爪葵花借个转 拿前卷一摁倒 你带走 哦 葵花两段才可以将他带走 后面来看UP下一个小五 最后一个暴走人物 翻盘的几率还是挺大的 但是今天UP他的 莉安娜手底 八神打莉安娜确实不好打 哦 拉一个解锋 即便八神也来了 打UP这个莉安娜 他依然是不好打 好 绘花三是接上了八阵 千语音接个八阵 地步跟上 抢了解锋 反手天堂之眼 好 葵一下 火球处的八神啊 也是比较有特点 他进攻比较猛 玩得很滑实 刚才套路拳王亲王 那个双百合德 就已经看出来了 现在心态也是变得非常好 到最后一刻也没慌 嘿 看UP的小五啊 套路的中断之后来个上 反边不着后继续 哦 八神使用了一招钢贼地纳法 被压得太急了 现在火球处其实还是挺危险的 你看UP的进攻躲躲避人 一直想空头接住 八神 一八神 机会 哇 刚才啊 不着后用了一个取消 取消法 使得八神没有什么破绽可抓 那么双方还是来到第五个回合 搞来搞去 依然让八神占了上风啊 来看第五个回合 UP的莉安娜 莉安娜先空中直跳飞地 八神 八神这个速度啊 我感觉UP能招架得住吗 机会 没有连上去 他突然跟了个地波 其实刚才完全可以用葵花连上去 把UP的强反线给搞出来 哎呦 UP强抓 C头 那八神的强反线出了 打UP不能心诚如软 不能犹豫不决 必须果断一点 又是使用钢CD接地波 好 八神是一直处于进攻 还是 还是被莉安娜给收割了 火球术没有攻过去啊 接下来该灯神上场了 灯神的EX模式 别具一格 那么今天依然使用EX模式 好 华蜡接入一个冲撞倒一踢 所以十踢倒一踢 下中角大光蓝来一发 还C头扔上去 用轻攻击快速点CD 这是一个套路 其实如果不用轻攻击点的话 接个倒一踢这样的话回收更高 后面来看克里斯 发动进攻了 他也暴气了 他也有机会暴气了 现在克里斯连住了 一个连续划出回 推到角落距离不太够 所以说克里斯必须进到下一个压制 特尔威的前前压制大法 直接又把克里斯逼到了左面角落 逼回了老家 克里斯两次在冲出老家 但是相方血量都不是很多了 哎呀特尔威强抓 强抓了个地头 其实刚才灯神呢 应该是猜到UP要后抓了 快速投了上去 来看UP下一个小五 小五先用一扇子删了中段 那这一下灯神特尔跑不掉了 也没有机会残血 无限放必杀了 一般情况下打灯神呢 都不会心自手软 都不会给他留下残血 给灯神留残血 但是给自己早不痛快 先看看灯神的有力 现在有力 清队旋风队直接起手 UP试图凹一下子 但是这个凹没有掌控好距离 直接被点下盘了 三龙旋风队飞枪拳 落地掏一下 掏完之后还想再掏一个下盘 后面看有力 哎呦 CD高 一不小心又被抓了 不着后给他一个烧 小洛你不受身 我再扔 我再烧 还不受身 还不受身 UP就没有再扔上去了 再一再二不再三嘛 后面灯神的小游丽 还像用屁股攻击 那么被UP识破了 破产 大圣龙空 因为不止后 用了一招取消剂 在空中取消了招式 如果不取消的话 肯定是要中大圣龙了 来看第四个回合 灯神的板切梁 好我们来看板切梁 又是利用潜潜攻击大法 这是灯神最后一个人物 最后的希望板切梁 板切梁剩了飞翔角 飞翔角砍刀手 交出抢反 灯神高满一拐 进入套路一发打击都可以 天地霸王拳 只要被套路到必死 那么UP也剩下一个利安娜了 只剩一个利安娜 D有个回合 我们来看利安娜的 利安娜先跳入 直接拉后爆气 但是中了两次CD 板切梁使出斩裂拳 飞翔角接砍刀手 轻较一点 哎哟 想投一个C头 其实接地头的话 就不用 不会被拆 现在板切梁 关厕所打法 强反废掉 利安娜的超杀 刚才刚FD 哎呀 刚FD远了一点 利安娜又中一发 天地霸王拳 这一发天地霸王拳 太关键了 到最后 UP的利安娜 都没有冲出这个角落 后面来看杨神的 现在杨神 七甲射手发 哎 跳入中了特尔维的一个后盘 能量冲刷倒一踢 碎石踢倒一踢 特尔维开始了 大关来取消 大关来取消 大关来三次取消 干完蛋 扔上去一发倒一踢 没跟倒一踢 而是选择再开压制 一般高手打的话 都不喜欢把伤害打满 而是中间故意取消 然后再打下一套 这样的话伤害更高 可惜啊 打高端局这种套路 套路的机会也挺少 高手一般都能识破 是一种套路 其实最终的结果 还是一个字 猜 你猜对对手的出招 就绑得住 猜不对 就是挨一套 来看杨神的克里斯了 好 克里斯先空中一个CD 不料被特尔维直接踢到 特尔维划铲 接上能量冲刷倒一踢 随时踢倒一踢 特尔维开始了 大关来取消 看完蛋 扔上去 再有千功力点完 点完之后 克里斯也并没有动 其实在没有动的时候 特尔维完全可以投上去 如果速度够快 这就是一个字猜 在拳皇98C中 无时无刻都透露着一个字猜 猜对手的出招 哎呀 投到角落 中了 还是被投到了 一个特尔维 杀到了杨神 最后一个发神 杨神需要加油了 好 看巴神开场就中了一个滑铲 现在巴神又是一个快速的冲出 巴神 想跳 升龙空了 特尔维前前中脚倒一踢 打过来巴神只能交出相反 如果不交的话 后续还会中一个倒一踢呢 伤害就更高了 不交的话 对 杨神翻盘的机率就非常妙茫 现在杨神的巴神 有没有机会翻盘 板面递波之后 开始掏了个下板轻腿 这样的话使得巴神又抓到一套 哎呦 还想再掏一个下板轻腿吗 可惜他并没有向前跑下再掏 这个巴神 连缓套路多得很呐 但是特尔维现在不慌不忙 不慌不忙 仍然被巴神折到了一个重拳 用地波接cd 可以花30道角落 一点血地波烧死 终于拿出这个特尔维了 拿出特尔维后面还有更强悍的 游力和板气凉 好 游力快速向前冲刺一波 千千压制神 燕翼飞翔拳 落地套 套完之后游力继续向前冲刺一波 嘿 巴神跳C 直接推了过来 千月仪 朝必杀 一发超杀巴之女 吸内 地波跟手卸风 地波不跟卸风 你看这又一个套路过去了 这个套路也是杨神 巴神的一个希望 因为杨神的巴神剩一点点血 最后接入一发巴之女 成功收割 现在杨神他不缺气 看灯神最后一个板气凉出马 第五个回合 双神大战果然刺激 目前灯神这个板气凉 已经不惧怕 不惧怕任何暴走人物了 巴神搞出一发巴之女 你们 地波谢风抓他一手 哎哟 抓过来之后巴神应该是想再套路一下 没有再用什么招式接上去 哎呀 天底霸王拳 这是杨神最怕的一招了 幸亏不是超杀 是超杀的话那就更完了 杨神交出抢反之后 现在灯神寻找一个机会灯神 哎哟 其实杨神为什么不连 他是怕灯神抢反呢 因为灯神的抢反还没有叫 所以说杨神就不敢连上去 你不敢连也没有用啊 不敢连还是会被打 太惨了 杨神这一波 灯神已经连杀两名大将 那第三名游小吻是不是对手 哎呦 游小吻着急了 看来不止后要很快的废了 下中角大灌篮 游小吻被拿下 来看游小吻下一个角色 第二个回合 游小吻的游力 好游力拉后跳地 特瑞直接前前攻击 再前前冲刺一把 冲拳 好 下中角大灌篮 冲拳 连续三发大灌篮 最后追加一个地波 这一波的话 特瑞继续开启压制 灯神已经连拿两名大将 所以说现在灯神的手 应该是非常热的 而且那种激情还在 大拳皇啊 心里那个激情 手感太重要了 将影响战局 又一发倒一踢上去了 底巴克上 没有动 机会 一个站中角接冲拳 直接带走 来看游小 我们下一个利安娜 第三个回合 利安娜 先冲刺一波 好 利安娜 稳住 拉后CD没有中 特瑞还是不断的发动攻击 好 划铲接住 利安娜迅速的跑掉 接着暴击 暴击之后 等于再踢上一个地波 倒月踢上去 机会 中拳出击倒月踢 倒月踢爽断 后面 哎哟 后面想点青角 这个小青角 点的太有灵性了 游小文什么情况 今天 没有发挥出来真实水准的 一直被特瑞压着打 哎呀 大V还空了 要穿三了 真的穿三了 那么今天比赛到此结束 大家觉得精彩 一定要点个赞 点个关注 我们下期见